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全天地位游走 那么成交呢 刚才提到两年半的一个新低啊 那么领长板块方面呢 这个食品饮料跟氧气股领跌板块呢 包括医药 这个有色金属 还有轻功制造 那么简单说一下食品饮料方面呢 这个经酒饮食的一个消费旺季 叠加这个最近一些酒类个股表现比到这个底部回升 那么是带动了板块这个上涨 然后气股方面呢 则是市场憧憬啊 这个冬季以后呢 气荒的一个状况呢 可能能够带来一轮这个概念性的炒作 领跌方面的一个医药个股啊 主要还是受到这个仿制药啊 带量这个采购方面呢 有一个降价的一个压力 啊 这个相关个股呢 继续走弱 啊 那么再看一下影响今天这个盘面的主要的一些消息啊 啊 那么中美这个贸易谈判呢 重启呢 是不是又没有结果了呢 据这个华尔街日报报导啊 这个美方的拟救2000亿这个美元商品呢 征收这个10%的关税 那么是较这个8月份初提出的这个25%呢 有一个这个下调啊 到了这个10% 那么从这个幅度预期上来看的话呢 实际上也是一个偏利好的一个事件 不过呢 后面这个又报导说这个中方啊 可能不会啊 参加这个此前提出的这个 啊 未来几月中美重启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事件 啊 那么这个主要也是啊 表明了不想这个在谈判之前呢 还是受到这个美方方面的一个压力 啊 那么呃 甚至呢 有说这个要采用出口限制方面呢 云以这个反击 啊 那么就会涉及到这个 比如说在中国这个市场份量比较大的 啊 这个苹果公司呢 可能呃 这方面会有一定的一个限制 那么当然啊 这些都是未经证实啊 只是这个华尔街日报 啊 这个透过一些这个资讯人士报道出来的一些这个新闻 但是呢 今天这个市场上的一个反应啊 我想已经很啊 啊 很这个明朗了 对于这个啊 中美贸易的一个担心还是比较明显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9月底 这个月底呢 这个啊 美国联储局方面呢 会有进一步的一个议息 啊 那么在此之际呢 美债这个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呢 已经破了这个百分三 那么对应的人民币啊 这个汇率呢 是走线比较啊 表现比较平一转啊 啊 那么尽管说8月份的数据呢 啊 走资并不明显 但呢 不排除未来啊 啊 这个加息之后 包括中美贸易战恶化之后呢 有一个走资的一个压力 好 那么第二个这个内地消息的话呢 就是这过去的一个周末的时候呢 五十国内五十人这个经济啊 论坛呢 啊 是是这个论坛上提了很多 关于这个国企跟民企这个地位以及市场啊 机制体制改革的一些问题啊 那么实际上呢 现在整个国内市场经济预期啊 都是明显的信心不足 那么有这个国内的一些分析员证为啊 当前这个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已经完全反映在市场里面了 但是呢 这个国内目前对于未来经济这个预期啊 啊 由于没有明显的一些改革啊 措施出来表现得十分信心这个不足 那么在这个五十人论坛上面啊 这个国内啊 经济学家泰斗级人物这个吴敬莲先生呢 就提到了他的一个观点 说 现在呢 中国主要还是靠这个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 那么投资大量的一个投注啊 啊 势必意味着这个 这个杠杆率啊 不断的一个走高 那么这呢 给目前啊 这个系统性风险上升呢 带来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 啊 那么动用称策手段啊 去这个扶持经济啊 去这要面临着这个降杠杆的话呢 啊 使得这个经济下行 那么左右两头都不是啊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啊 唯一的出路啊 就是要提高整体这个经济质量啊 提高这个效率 啊 那么提高这个效率啊 根据这个全啊 生产要素理论里面 阿尔法这个 呃 这个代表呢呢 就是这个制度啊 这个改革以及这个科技创新 啊 那么这个吴老呢 特别提到的就是这个制度改革方面啊 去带动这个所谓的效率提升了啊 去啊 去缓解现在的一个矛盾啊 支持这个经济后面有一个啊 稳定的一个着陆 那么这 当然了 这只是这个会议上啊 提出的一个啊 一个观点 那么后面来看的话呢 还是期待啊 这个国庆前后 所谓的十九届啊 四中全会里面呢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政策出来啊 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个改革苗头 那么这呢 是当前市场啊 盼望的 也是当然市场所担心的一个地方 好 那么讲这个新片股之前啊 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这个市场啊 这个表现呢 到底是怎么样 那么看一下这个上证指数啊 啊 在这个中美贸易的一个影响 以及这个国内经济预期差的停息之下呢 今天啊 低走 低开 低走啊 好 那么基本都是一个低位徘徊 这个尾盘呢 有部分资金买入呢 这两个地方呢 基本上都是券商互盘的一个啊 资金买入的一个情况 那么从这个指数来看呢 很明显就是一个下贴通道压力轨啊 下面那么量呢 是进一步放小啊 那么可以说后面这个反弹也是水触即发的一个情况 但是呢 这个时候呢 不可这个多链账啊 那么相信啊 比较可观的反弹呢 要来呢 应该是在这个国庆的时候 这个机会相对来说来的大一点 好 那么说为今天这个盘面表现 芯片股继续下跌 那么这个万德的一个芯片股指数啊 今天跌了百分之二点三八 景佳威呢 这个啊 这个军工芯片概念股呢 跌了百分之七点三三 那么前期也是涨幅比较这个强势的一个个股 那么包括上礼拜说的一个国开 国科威呢 今天啊 开盘这个大跌处几百分之八 好 那么包括这个止关国威三点六六个点的一个下跌 那么这一些呢 基本上都是啊 这个盘块里面的一些这个 可以说是啊 龙头个股啊 那么今天这个跌幅很深啊 主要呢 啊 还是要讨论一个话题 那么到底这个芯片国厂化概念行不行 好 那么首先从这个基本面来说的话 由于这个国内的芯片市场基本上都是受啊 外界影响比较明显 由这个美日欧啊 几个国 美日行几个国家这个主导的一个市场 那么至于这个瑞幸啊 一个报导称呢 亚洲的一个半导体库存天数啊 已经接近了这个周期的高点 八十四天啊 那么高周期啊 那么需求方面呢 呃 由于这个芯片呢 是整一个经济的指向标 那么包括苹果手机挖矿机应用程序的一个需求啊 随着这个经济的一个降温啊 最近的一个需求也是表现的比较疲弱 那么对芯片的一个拉动会比较弱 那么看到呢 近期的一些芯片储存器个股啊 等等的一个芯片价格呢 都在下跌 那么从外围呢 是营造了一个非常利弹的一个消息 加上呢 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芯片股啊 本来是盈率就相对比较高 啊 最高的去到这个九十倍左右 那么未来这个盈利啊 又是数啊 又是这个预期比较弱 那么这个时候呢 选择一个补跌啊 是比较这个啊 是是是是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的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芯片的一个造假事件啊 是频发啊 包括呢 之前的一个红星事件啊 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些啊 造假事件呢 在这个基本面走弱的一个情况之下 很容易诱发个股的一个暴跌 所以这个时候呢 啊 无论前期多么看好 如果这时候持仓这个芯片股过多的这个朋友们呢 啊 应该是要选择一个啊 这个暂时规避一下这个风险啊 去做一个这个仓位降低的一个啊 调整 那么当然来按以往来看的话呢 一般这个下半年芯片是有一个大幅绅士的 但是目前的一个啊 k 线来看的话呢 并没有见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啊 或者说从基本面上来看 也没有一个改善的一个迹象 好 那么啊 这一块还是要说一点这个利好啊 那么虽然说这个目前来看 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是比较灰 但是呢 未来啊 国产化的三要素 包括资本 人才 还有这个啊 资本啊 这个人才 还有制造这一块呢 啊 未来这个中国实际上都是具备有这个国产化的一个条件的 包括这个自己的一个啊 啊 赏存芯片 或者说啊 一些这个内存芯片的一个制造厂啊 可能年底啊 这个第四季度要进行这个量场 包括明年啊 那么有望通过这个制造来带动呢 整一个这个行业上下游的一个发展 好 那么这一块呢 还是啊 中长期来看呢 并不会看得特别弱 那包括呢 国家这个基金的一个资本支持啊 也是一直在这个加满啊 所以 呃 更多的层面呢 可能还是要围绕的这个啊 市场制度啊 包括一些啊 如何处理一些造假问题啊 这一块去入手 好 那盘后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这个所谓人工智能概念股啊 今天出现异动啊 那么整个板块呢 跌的相对来说比较小啊 跌了0.8% 0.98 那么萨维智能的尾盘是啊 触及涨停 那么全天收报百分之六点三八 包括这个浪草转件 北京啊 这个军政 还有这个科大讯飞呢 啊 今天都是有一个整涨幅 大幅跑赢这个市场 那么消息面来看的话呢 2018年这个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啊 开幕啊 那么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自信祝贺 那么副总理刘鹤呢 表示说 啊 ai 的一个领域啊 民企力量不容忽视 未来要加大这个投入啊 那么这个上海方面呢 则是出台这个政策加码 啊 啊 这个推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22条啊 那么有些消息面的一个刺激 那么实际上呢 整个人工智能靠的呢 还是要从底层这个出发 比如说云计算啊 的一个支持 硬件支持啊 包括这一个啊 啊 gpu 然后所谓的一个啊 处理器啊 这样的一些硬件的一个支持 那么想 那么在这里想说的是呢 未来这个啊 云计算板块呢 虽然近期出现了一个回调 但是啊 由于这个受到外围 还有世界啊 全球市场影响的并不是特别明显 啊 那么目前这个市盈率呢 也是一个回调的需要而已 好 那么在明年来看的话呢 凭借着这个百分之三十的一个年均增长率啊 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呢 未来呢 还是有望 继续这个板块里面出现不少的一个扭股 好 那么这个情况之下呢 可以重点观视一下这个云计算板块 好 那么上面提到个股本人没有持有 好 那么明天节目里面呢 我们再见